宝贝,又到了跟天父说说话的时间咯 我们先安静心,一起来读圣经 今天要来看《使徒行传》26章24到27节 保罗这样分诉,菲斯都大声说 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 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 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 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 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 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 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 我知道你是信的 我们看到面对外邦人的王 保罗勇敢与坚定传讲主耶稣的救恩 现在就跟着妈妈,我们一起来祷告 又真又实在的复活主 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是又真又实在的真理 有真理就有真相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借着圣灵 帮助我们生活在真理之中 所以我和我的宝贝口中不会说坏话 也不会说谎话 我们成为真理的出口 就从虚弱转为强健 从退缩转为积极 再也不需要害怕那些反对嘲笑福音的人 圣灵宝慧师是帮助我们对自己的得救 充满信心的神 也保证我们在天父里有记成全 谢谢圣灵天天引导我和宝贝的想法和生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